看着狐飞离开 韩森也没了顾忌 心念一动 咒语被召唤了出来 化为了少女的模样 咒语与韩森心意相通 运转了基因物语的力量 一只手向着韩森的额头上按去 一道光符印在韩森的额头之上 顿时融入血肉之中 令韩森全身的血肉都停止了变化 连身上的圣血象和九尾魅狐纹身 都像是定格了一般 停止了一切活动 不过仅仅支撑了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圣血象和九尾魅狐纹身 就又开始活动了起 渐渐恢复正常 咒语没有犹豫 直接拔出双枪 对着韩森身上连续射击 一颗颗带着永恒固化力量的子弹 打在韩森身上 令韩森的身体的各个部分 不断地被固化 韩森自己则把动旋径运转到了极限 开始冲击王级境界 整个世界在韩森的眼中 变成了无数咬合在一起的齿轮机器 而韩森自己的那个齿轮巨大物 如同钢铁住酒 无法小齿轮围绕在他周围 与他齿轮咬合在一起 想要推动本命宇宙齿轮 就需要带动附近所有的齿轮一起运转 韩森疯狂运转动旋径 向着本命宇宙齿轮冲击而去 同时被引导 还有圣血象和九尾魅狐纹的力量 在咒语的连续射击之下 韩森的身体 大部分血肉都被永恒固化 虽然那种固化的力量 不足以完全束缚住圣血象和九尾魅狐纹 不过咒语的本来用意 也不是固化束缚他 咒语用永恒固化力量 在韩森身体内凝成了一条通道 也就是动旋径运转的通道 除了那条通道之外的血肉之躯 都被永恒固化 两股恐怖的力量冲击而来 顿时顺着通道冲了过去 在韩森的动旋径牵引下 向着本命宇宙齿轮冲击而去 恐怖的力量 冲击在本命宇宙齿轮之上 本命宇宙齿轮缓缓转动起 韩森只感觉身体一清 一股无形的领域瞬间打开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 向外扩张 形成了一个奇异的无形领域 动拳战体 晋升王级一重领域 成功了 韩森心中欢喜无比 他终于晋升到王级了 虽然只有一重 但却是最重要的一步 在那无数齿轮的转动之间 韩森仿佛听到了金属门被推开的声音 四周空间震动开裂 在那些齿轮之后 一扇大门缓缓被齿轮驱动着打开 韩森的身体顿时被吸了进去 韩森并不惊慌 愿由自己的身体 被吸进了那宇宙齿轮后的大门之内 这是晋升王级的必经过程 每个推动本命宇宙齿轮 晋升王级的生物 都会经历这个过程 拥有了进入基因大宇宙核心领域的资格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生物能够准确解释 核心领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有人说那是一个特殊的一种空间 也有人说那是基因神殿下的领地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猜测 只是无论哪一种猜测 都没有支持论点的实质性证据 现在各族生物唯一知道的事实是 只要是开启了领域的王级强者 大宇宙中的大部分区域 都能够通过自己的本命宇宙齿轮 进入宇宙核心领域 第一次开启领域之时 会被自动拉入宇宙核心领域 就如同韩森现在一般 身体冲入那一片太阳般的光叶之中 等他的视线恢复之时 已经到了一座古老的精神宫殿之内 这个宫殿非常古怪 无论是地面 墙地还是天花 都是由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齿轮结合而成 齿轮与齿轮之间几乎没有空隙 每个齿轮都在转动着 但是转速却不相同 有的快 有的慢 韩森甚至可以听到那些齿轮转动时 传出的咔咔声 就像是机械手表秒针跳动的声音 韩森没有时间仔细打量 这座奇怪的宫殿 因为他身上的圣血像 和九尾魅魂魂的力量 依然还存在 晋升王级 并没有能够把他们完全消耗掉 韩森心念移动 运转了基因物语 想要试试看 能不能使用圣血像 和九尾魅魂魂的力量 把基因物语的宇宙齿轮也推动 事情证明 韩森的想象有点太美好 圣血像和九尾魅魂魂的力量 并没有能够推动基因物语的宇宙齿轮 最终被一点点消耗掉 圣血像和九尾魂魂魂魂 也渐渐消散不见 最终彻底消失于无形 韩森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没有再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这才仔细打量这座宫殿 那些齿轮 就像是一个个钟表般转动的 只不过 他们没有时针 只有数量不同的齿轮 齿越多齿轮 转动的速度也就越慢 齿少的相对就转得比较快 看得时间久 会让人产生一种古怪的感觉 好像置身于一个 满是时钟的时间宫殿之内似的 韩森的身体 本来是悬空的 当他的脚踏在地面上的一个齿轮上面时 那齿轮顿时亮起 并且加快了转动速度 而整个宫殿的齿轮 都在那一个齿轮的带动之下 飞快地转动起 并空间产生了奇异的扭曲 不一会儿 宫殿大门就随之打开 出现了一片星空 韩森全身都包裹在动旋台甲内 从宇宙核心宫殿中走了出来 就在韩森走出的场 那座神殿 就在齿轮的转动声中 缓缓消失不见 韩森知道自己 必须推动本命宇宙齿轮转动 才能够再次召唤出宇宙核心神殿 从这里出去 不过毕竟是第一次进入宇宙核心领域 打算先转一转看一看 这里是不是和传说中的一样 忽然一到刘光从韩森附近经过时 本来已经飞了过去 可是飞出没有多远 又转了一个弯 向着韩森这边飞了过来 韩森心中意义 能够来到这里的 都是王级强者 包括半部神话强者 同样可以进入宇宙核心领域 他才只是王者一重领域 还是需要小心一些为好 那刘光飞顿到韩森殿前 不远处停了下来 韩森这才看清楚 那竟然是龙族的龙八 他竟然也晋升到了王级 金帝 龙八打量着韩森 目光变得火热起来 以前韩森的参加基因众生谱之战时 就是以金帝的身份出战 当时穿过洞玄台颈 所以平时韩森很少穿这一套台颈 以免暴露身份 洞玄经经过了两次进化之后 洞玄台甲也有了不想变了 现在的洞玄台甲通体漆黑 仿佛无光的夜色一般 任何光线落在上 都被吸收得无影无踪 远远看过去 韩森就像是虚空中的纯黑影子 连韩森自己都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人能够通过洞玄台甲 认出他就是金帝 既然已经被认了出来 韩森也没有否认的打算 看着龙八随口味道 龙八已经还认怒了 龙八听到韩森承认 眼中的狂热之色更浓 上一次在金银众生虎之战中 输给了金帝 他一直耿耿于怀 想要再与金帝一战 可惜却始终打听 不到金帝的下落 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上 身上的黄金领域直接展开 把韩森笼罩了进去 这一次我会打败你 释放出你的领域吧 龙八你在干什么 没等韩森回忆 就见几道流光飞了过来 全部都是龙族的王者 其中还有韩森见过的龙一 韩森心中微微义伦 龙一恐怕已经是 半部神话级的强者 再加上其他几个龙族王者 要是被围攻了 恐怕会有大麻烦 龙一他是金帝 龙八头也不回地盯着韩森说道 龙一等人都十分惊讶 当年金帝在基因众生谱上的表现 他们也都曾经见过 而且印象非常深刻 不过他们对于金帝 不像龙八那么执着 没能直接认出来 打量了好一会儿 才觉得确实有一点像 你当真是金帝 龙一看着韩森问你 还是有些不确定 事与不是又有什么关系 韩森淡淡地说道 不会错的 他就是金帝 你们不要过来 他是我 龙八的眼神狂烈 金帝 开启你的领域 让我看看 你现在是不是还和以前一样强的 没那个必要吧 韩森说着 手指凝聚力量 一枚金帝出现在他的指尖 化为流向着龙八弹了过去 不要小看 龙八怒吼一声 身外的黄金领域 竟然凝成了实质 化为一个古老的黄金宝箱 把那枚金帝给困在了里面 金帝与黄金宝箱 一起坠落了下去 并没有碰到龙八的身体 好厉害的金属领域 韩森不由地赞叹了一声 韩森的金帝术失效 被龙八的黄金龙领域破坠 金帝 今天我必胜 龙八怒吼一声 一拳向着 韩森疯了过来 在他的黄金龙领域之内 这一拳的力量 直接凝聚为一条咆哮的黄金巨龙 向着韩森吞噬而来 那就试验一下动旋领域的力量吧 韩森心念一动 无形的动旋领域顿时开启 整个世界都在韩森眼中 变成了无数齿轮咬合而成的机器 龙八的那一拳和他的领域力量 在韩森眼中看得很清楚 他们都是由龙八的本命宇宙齿轮 影响了一部分的宇宙齿轮运转而产生的力量 而在动旋领域的范围之内 韩森感觉龙八能够影响的那些宇宙齿轮 动旋领域一样也能够影响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韩森伸手向前一按 并受到了龙八本命宇宙齿轮影响 而转动的宇宙齿轮都停了下 下一秒 并所有人都感觉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龙八的黄金龙领域和那一拳 竟然一刹那间力量全失 场面变得有些尴尬 就好像是一个演员在拍魔法大片 在有着后期特效的情况下 看起来无比的炫骨 各种神光乱飞 可是现在的龙八 就像是在现场表演的演员 自然没有后期特效的加持 看起来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凶猛的隔空一拳轰出去 可是拳头距离韩森 还有上百米的距离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龙八又不信心轰出几句 一样都没有任何力量和特效产生 场面看起来有点尴尬 不可能 我的领域和力量 怎么会使用不出来 龙八惊骇的看向韩森 龙一和几个龙族王者 也都是一脸震惊 他们看不到无形的动旋领域 只是看到韩森随手一挥 龙八的领域和力量 进阶消失 这实在有些害人 韩森心中则是有些惊喜 动旋领域能够控制领域范围内的 所有宇宙齿轮 也就是说 只要敌人的力量不超过自己 任何力量在动旋领域之内都会失效 韩森一拳几波 向着还在惊骇之中的龙八轰了过去 只见一条金属巨龙 自韩森的拳头上咆哮而出 向着龙八吞噬了过去 竟然与龙八刚才轰出的那一拳 几乎一模一样 黄金狂龙拳 这怎么可能 龙八早已经看得目瞪口呆 连躲闪都忘记 被韩森一拳轰飞了出去 身体被轰得狂喷鲜血不止 龙一等人 也是一脸的惊疑之死 黄金狂龙拳 是龙八融和龙族秘术龙拳所措 可以算是独一无二的利己 对方竟然随手打出了几乎相同的一拳 实在有些吓人 不愧是宇宙第一侯爵精力 即便晋升了王级 一样是无敌的存在 龙一扶住了的受伤的龙八 看向韩森说道 阁下过狱了 如果没有其他什么事 在下就先行一步 韩森说着 就准备离开 龙一却白手拦住了韩森 我们发现了一群核心异种 其中还有两只半顾神话核心异种 不知道阁下有没有兴趣 怎么分 韩森看着龙一问 宇宙核心领域内 生存着许多的核心异种 他们都是王级异种 而且一种基因 都是一种奇特的核心基因 对于王级领域 有很好的强化效果 很多王级强者 都是使用这种核心基因 强化自己的领域 韩森对此自然也很有兴趣 领域有九重 最后还需要九重归一 现在韩森只是第一重 自己一重体的突破恐怕很困 如果能够使用核心一种基因 那就轻松的多了 龙一见韩森来了 兴趣解释 那群核心一种的数量庞大 而且其中的两只半部神话一种 更是恐怖 我能够解决其中一只 但是没有一一第二的能力 若是阁下能够牵制住其中一只 那么这一次的收获 可以分给你五成 老大五成是不是太多了 一位龙族王者连忙出口 龙一却白手 不多 没人能够牵制住 另一只半部神话核心一种 我们根本没有机会 猎杀那一群核心一种 一个核心 一种基因也拿不到 这一半收获是应该给 说吧 龙一再次看向韩森 阁下觉得如何 好 那就这么说定 我只负责牵制住 一只半部神话一种 韩森想了想 还是答应了想 他还是第一次来宇宙核心领域 对这里不怎么熟悉 能够跟着龙族的人熟悉一下 环境倒也不错 成交 龙一倒是爽快 直接就与韩森定下了协议 韩森与龙一他们一起 向着星空之中飞去 龙八边左边问 金碧 你现在是王者几重领域 龙一等人也都竖起了耳朵 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也很好奇 以韩森刚才的表现来说 他们猜测 韩森至少是五重领域以上的王者 甚至有可能是九重领域的王者 否则不可能把龙八压制的如此彻底 一重 韩森也没有要隐瞒的意思 毕竟之后要一起站稿 他使用领域的时间长了 难免会被看出端倪 没有撒谎的利药 龙八听到韩森的答案 飞行的身子顿时颤了一声 龙一等人也是脸色一脸 一重领域的王者 龙一等人神色复杂的看着韩森 都失去了继续聊天的兴致 韩森再次击败龙八 龙一邀请韩森 合作猎杀半部神话核心一种 韩森听到有好处 当即同意 很快在龙一他们的带领下 韩森见到了那一群核心一种 那是一群长着翅膀 虚空虫足一种 身体与人类差不多 有四肢和脑袋 只是个头矮了点 只有一米五左右 全身都是蓝绿色的虫壳 光滑的能够照出人影 背上长着一对透明的蓝色薄翼 飞行的速度很快 几乎看不见双翼的震动 看起来与普通的一种 没有什么不同 似乎只是等级高一些 都是王级的一种 没有看出来 他们为什么有核心一种的称号 龙一远远地指着虫群中的两只一种说道 那两只就是虫群中的半部神话 你为一人一只 剩下的交给龙八 他们应付 我会尽快斩杀一只半部神话一种 再去注目 龙一并没有指望 韩森能够杀死那只半部神话 毕竟他才只有一重鲤鱼 韩森微微顶头 目光落在了龙一所指的两只虫子身上 那两只虫子 体型和一般的虚空虫族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只是他们的假装呈现紫红色 上面长满了稻子 看起来更加的争鸣红 韩森他们按照计划冲向虫群 很快就有虚空虫族发现了他们 对着他们滋滋怪脚 随后那一群虚空虫族 就都向他们看了过来 只见那些虚空虫族的心脏位置 都像是小灯笼一样亮了起来 发出碧绿的光芒 那应该就是一种核心 韩森看得几乎快要流口水 那些可都是王级一种基因 一直只虚空虫族的核心闪动 包围蓝绿色的领域笼罩下来 因为虚空虫族的数量太多 领域之间相互重叠 因为是同一系的领域 那些领域之间不但没有发生冲突 反而因为叠加的原因 领域力量变得更加可怕 按照计划形式 容易大鹤一声 已经率先向着虚空虫族冲了过去 同时开启了自身领域 直接覆盖了大片的星空 在领域内 一条条黑气凝聚成的蛟龙 由容易的领域中诞生 向着那些虚空虫族扑了过去 好厉害的万龙领域 拥有这样的领域 他完全可以一个人 单挑一群王级的虚空虫族 还要我们干什么 韩森见那些飞气凝聚成的蛟龙 不断地从领域中凝聚出来 实力竟然堪比王级强者 与成虚空虫族交战之中 并没有太过弱势 而且那些飞气蛟龙的身体 被撕裂之空 很快就又重新凝聚成形 几乎等同于不死之身 不过很快韩森就发现 竟然渐渐被那领域吸收了飞气 蛟龙在里面的时间越长 身体就越热 而且在多重领域交叠之处 飞气蛟龙进去之后 身体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快速干比下去 而那些蓝绿领域的颜色 则变得深了几乎 昏氏系的领域 韩森微微皱眉 是 昏氏系领域 任何生物在它们的领域之中 都会被抽离生机和利益 千万不要进入多重领域交叠的位置 特别是那些领域颜色已经发黑的地方 那里的吞噬力量 可以瞬间把一个王级强者吸成人竿 龙八对韩森解释道 韩森微微点头 人却已经向着其中一只半部神话一指飞了过去 而龙八他们 则引诱着虫群 向另外一边飞去 并不敢与虫族正面战斗 大量王级一种组成的多虫领域 若是交叠的领域太多 威力可能比半部神话还要可怕 还好群体的灵活性比个体差很多 想要躲开多重领域交叠之处 倒也没有那么困难 韩森一个人冲向那只紫红色的虚空虫子 远远的就凝聚出一枚金帝弹了过去 只见金帝击穿虚空 瞬间进入了虫子的紫红色领域之内 那枚金帝在紫红领域之内飞行 还没有贴在虚空虫子的身上 就已经缩小了一圈 明显是被他的领域给吸走了部分力量 好厉害的推势能力 韩森微微有些惊讶 这么强大的推势能力 对于近身战斗的生物来说 简直就是噩梦 只要进入他的领域 就会不断地被吸走生机和力量 只会越战越弱 而他却会越来越强 小了一大圈的金帝 终于贴在了虫子的甲鞘上 金帝的镇压和静置力量 顿时发挥了作用 令那只虫子身体摇晃了一下 似乎有些下沉 可是仅仅只是摇晃了一下 那只半步神话的虚空虫子 就已经稳住了身形 像苍蝇一样的副眼 向着韩森这边望了过来 似乎是被激怒了一样 对着韩森呲呲怪叫了两声 随后背后双翼一震 如同一道虚空闪电般 向着韩森冲了过来 好快 不愧是半步神话 韩森发现自己的速度比他差了很多 而且金帝的镇压力量 对那虫子似乎没有太大的作用 事实上 那枚金帝正在慢慢缩小 显然是一直在被虫子的吞噬领域 吸走金帝的力量 相信用不了多久 力量就会被吸干 韩森看了看 那只冲过来的紫红色虫子 并没有选择逃顿离开 而是直接开启了领域 只不过这一次开启的不是动旋领域 而是班山海螺兽魂的班山领域 蓝色的领域 从韩森身上扩散开 与那冲过来的紫红色领域交叠在一起 并没有产生碰撞效果 两种不同颜色的领域 几乎完全重叠在一起 韩森的拳头和半步神话虫子的爪子 撞击在一起 利刃一般的爪子 从韩森手背的铠甲上面划过 划出了几道浅浅的裂肪 却没有能够把铠甲完全撕裂 韩森的拳头上的力量不够 也没有能够把虫子的爪子轰开 虫子怪叫一声 身上爆发出紫红色的光芒 身体顺应一般快速移动 一道道紫红色的爪盲 向着韩森身上抓了过来 韩森也不足以 爪盲直接轰击在动旋铠甲上 抓出一道道浅纹 可这浅纹很快自动挥足 容易他们都在关注着韩森这边的情况 若是韩森不能够缠住那只半步神话级的虫子 他们就只能立刻撤嘴 可是看到韩森竟然正列与半步神话级的虫子硬碰硬 虽然落在了下方 可是那一身铠甲 却连半步神话级的虫子都无法撕破 心中都是有些惊讶 那家伙真的只是一个亡级一重领域 龙巴脸色不断 就算是他那号称不死不灭的黄金龙体 也很难抵挡住半步神话级的力量 韩森却看起来很轻松 韩森确实很轻松 但并不是因为动旋铠甲本身有多么坚硬 动旋铠甲的强度很高 在一重领域的亡级当中 应该可以算是顶级防御力的战战 但是这样的强度 还不足以抵挡半步神话级的力量 之所以那只虫子伤不了韩森 主要还是班山领域的力量 班山领域很起色 他即不会的增强韩森的力量 也不会削弱敌人的力量 班山领域的作用就是挪移力量 首先班山领域必须有一个载体 这个载体不能是肉身 当初班山海螺的载体是他的海螺壳 而韩森选择的载体是动旋铠甲 当班山领域拥有了载体之后 所有攻击这个载体的力量 都会被载体所谋纳 这就像是一座山直接砸下来 就算是一座大楼也会被砸碎 可是班山领域的力量 却可以把那一座山的力量 分而化之 积累于载体之上 除非敌人的力量已经强大到了 可以直接一击打 或班山领域和载体的程度 否则攻击的次数越多 载体的防御力也就越强 不过班山领域也有两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 班来的力量只能加强载体的防御力 并不能作为攻击性的力量使用 第二个缺点比较严重 那就是班来的力量越多 载体背负的压力也就越大 虽然不会压迫韩森的身体 但是却会对移动速度产生很大的影响 载体班来的力量越多 防御力越强 韩森的移动速度也就越慢 使用班山领域之后 韩森不怕挨打 可是想要逃跑或者攻击敌人 因为速度太慢的关系 都是很难完成 好在这一次 韩森也没有打算 要攻击这只半步神话虫子 只要拖住时间 等待容易斩杀另外一只半步神话虫子就可以 所以他才选择了班山领域 班山领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载体上面的大部分力量都是班来的 分是领域吸收他的力量 也只不过是把班来的一小部分力量再吸回去 对韩森完全没有影响 半步神话虫子 疯狂地攻击韩森 韩森开始还躲下 后来也懒得再躲上 虫子的攻击力打在洞悬开甲上 产生的破坏力却越来越弱 到了后面 几乎对于韩森没什么影响 只是因为载体背负的力量太多 韩森的移动速度变得很缓慢 想要击中半步神话虫子也不太可能 龙八等人却看得目瞪口呆 只见韩森悬浮在星空之中 似是毫不在意 任由那些半步神话的虫子攻击他 简直就像是扫养一般 完全不为所谨 那诡异而恐怖的吞噬领域 似乎也对他没有任何用心 一直不见他的力量衰弱 他们大概也看出来了 韩森身上的蓝光领域肯定有问题 只是和以前 韩森第一次见到半山领域的时候一样 他们也看不出 半山领域到底拥有怎样的能力 只感觉太神奇了 龙一看到这一幕 心中的一块大石也完全落了下 原本他还担心 韩森能不能扛得住半股神话级的虫子 现在看来根本没有必要担心 龙一就全力投入到了斩杀另一只半股神话级的虫子当中 韩森已搬山领域 拖住一只神话一种 震惊龙一等一众龙族 此时韩森任由神话一种攻击 自己都懒得在动手 无聊之下看了看龙一的战斗 不得不赞叹 龙族的战斗确实强大 同样是半股神话 那只虫子却被龙一完全压制 被斩杀只是迟早的事 而且龙一与那虫子近身战斗 吞噬领域对他却没有什么影响 很快龙一一拳 把那只半股神话的虫子脑袋打碎 失去了脑袋之后 虫子竟然还没有死 依然在与龙一战斗 几拳之间 虫子的身体已经被龙一撕裂成脊半 终于没了动静 龙一杀了那只半股神话虫子之后 就向着韩森这边冲了过来 要和韩森联手斩杀另外一只半股神话虫子 韩森压力大几 就把半山领域给收了回 展开动旋身法 在虫群之中穿梭 那些王级的虫子也拿到没什么办法 倒是被韩森找机会杀了两只 可惜都没有获得兽魂 韩森一直没有离那只半股神话虫子太远 等了一会儿 看到龙一已经重创了那只半股神话虫子 就在指尖凝聚出了一枚精力 在存钱术的作用下 精力上的数字不断增加 等那只虫子快要不行时 直接把已经凝聚了十几块钱的精力 而出去 已经受了重创的半股神话虫子 直接被韩森的存钱术暴体而亡 系统提示 猎杀王级突变一种核心魔虫 获得王级突变兽魂核心魔虫 发现突变一种基因 两只半股神话核心魔虫都被斩杀 虫群顿时大乱 被龙一和韩森他们一阵追杀 除了一小部分逃走之外 大部分的核心魔虫都被斩杀 最后统计了一下收获 一共有两枚突变核心基因 和八十多枚普通核心基因 龙一他们很是手气 把一枚突变核心基因 和四十三块普通核心基因 分给了韩森 龙一还笑着 对韩森说道 如果没事的话 不如继续与我们合作 猎杀核心一种如何 所有收获全部分一半 是啊 经历 我们合作这么愉快 继续一起干吧 龙八等人也连忙劝说 眼睛都亮亮的 在他们看来 韩森就是一面人形大肉盾 有他顶在前面 他们就可以去猎杀那些 原本不敢招惹的恐怖核心一种 或者是大群的核心一种 也可以 韩森点头 龙一他们的打算 他自然清楚 不过龙一他们做是公道手机 而且合作对于大家都有好处 自己空有干山领域在身 杀不了 一种也没用 达成协议的众人再次上路 韩森一边飞行 一边打完着一枚核心基因 只有拳头大小 核心基因 晶莹剔透 似是一块散发着璀璨光滑的蓝宝石 那玩意儿有啥好看的 又不能吃 回去之后 制作成基因液浸泡身体 在其中修炼基因素 对于领域的提升 才会有帮助 飞在韩森身边的龙八 见韩森一直捏着一枚核心基因板 就说了一句 我就是想试试看能不能吃 韩森笑道 你竟然想要吃核心基因 这玩意儿又不是肉 你怎么吃 龙八笑了起 可下一位 韩森直接把核心基因往嘴里面一丢 随后一仰头 直接吞了下去 龙八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 张大的嘴巴指着韩森叫道 你还真吃啊 韩森舔了舔嘴唇 味道不怎么行 难吃 对了 你好像是人族队 你们人族不会是吞噬乙的分支吗 龙八脸色怪异的上下打量韩森 就像是在看一个怪物 那倒不是 韩森笑了笑 也没有解释那么多 王者基因加一 一直等了大半天 核心基因被他的未消化之口 脑海中才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龙一等人探向韩森的目光 都有些复杂 因为韩森有事没事 就拿着一枚核心基因往嘴里面丢 看得他们有些担心 连核心基因那种东西都能直接吞 他们还真有点担心 万一经历什么时候恶极了 会不会把他们也当成食物 好在这种情况一直都没有发生 让他们都微微缩了一口气 一个小时候 一行人当到暗玉星 看到有一群生物 从星球内部飞了出来 原本韩森他们以为是一种 可是仔细一看 发现竟然是一群毁灭族 从下面飞了上 其中有两个韩森 还认 一个是巴尔 一个是迪亚罗伯 他们现在也都已经是王级的强者 韩森看到巴尔 不由的感觉有些头疼 巴尔就是一个拥有不死之身的疯子 而且越战越强 被他缠上的话 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好在巴尔和迪亚罗伯 都没有能够认出韩森 他们挡住了龙一等人的去路 不好意思 暗玉星我们毁灭族仙战 几位请回吧 迪亚罗伯看着龙一说道 什么时候暗玉星成了你们毁灭族的东西 龙一却不畏惧迪亚罗伯 文言冷冷地回道 迪亚罗伯微微一笑 事情总要有个先来后道 你们若是想进去也可以 等我们出来之后再进也不迟 我们如果现在就要进去 龙一盯着迪亚罗伯不肯退了 飞什么话 巴尔却不耐烦地 把背上古刀给拔了出来 眼中沙一燃烧 就准备要对龙一他们出手 迪亚罗伯却伸手挡住了巴尔 龙一 我们毁灭族与龙族 向来井水不放河水 核心领域内那么多 可以猎杀核心一种地步 诸位没有必要 因为一个暗玉星 与我们毁灭族为难吧 龙一微微皱眉 正想要说声 却突然听到轰的一声 只见暗玉星上空 腾起一个巨大的蘑菇云 恐怖的冲击多 令大气层都为之震荡波动 迪亚罗伯他们脸色都是一变 似乎没有精力 再和龙一他们纠缠 纷纷转身 飞进了暗玉星之内 突然的剧烈震荡 让毁灭族直接抛下龙族众人 返回暗玉星 龙一等人见状面面相去 脸上都有惊疑之色 大哥 我们要不要进入看看 龙八凑到龙一旁边嘀咕倒 可是他的那双眼睛 却死死地盯着暗玉星的方向 暗玉星黑乎乎的 有很多磁力风暴 笼罩在星球外面 只能看到下面云层翻透 好像有什么东西爆炸 可是具体有什么东西 在外面却根本看不清楚 龙一没有回答 眼睛也直往暗玉星里面瞧 可惜他和龙八一样 看不清楚里面到底有什么 自从那一下爆炸之后 他们在外面 就没有再看到动静 爆炸产生的连锁反应结束之后 暗玉星就恢复了原本的寂静 巴尔他们进入星球内部之后 就再也没有传出什么动静 好像都消失了一般 大哥 这会不会是个陷阱啊 迪亚罗伯不会是故意算计我们吧 龙八见龙一没有说话再次开口 不至于 迪亚罗伯和我们也没什么深仇大恨 没必要设这么大的局害我们 龙一顿了顿 又冷声接着说道 就算是个陷阱 我们也没必要怕他们毁灭族 先进去看看再说 龙八他们也觉得没错 反正宇宙核心领域 这里只有王者能够进 毁灭族再怎么算计他们 顶多来的也就是一些半步神话 龙一他们还真的不怕 几个人一合计 就决定先进去看看情况 韩森自然也没有意见 跟着他们一起 小心翼翼地进入了暗玉星 龙一他们嘴上说 不在乎毁灭族 可是行动却非常小心 都开启了领域 穿过了磁力风暴层之后 发现偌大的黑色星球上面 明显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圆形坑洞 像是巨型陨石撞击星球 产生了陨石坑 可是刚才韩森他们都在星球外 没看到有什么陨石撞击暗玉星 那爆炸应该是来自星球内部 距离太雨 韩森他们也只能看到一个大坑的模样 细节却看不真切 龙一稍微犹豫了一下 就向着大坑的方向飞去 距离暗玉星越来越近 韩森他们才意识到 那个巨坑的恐怖靠近了看 那坑大的简直没有边境 可是除了这么一个大坑之外 他们在暗玉星上 竟然什么也没看到 别说是核心一种 就算是刚刚进来不久的巴尔他们 也不见了踪影 那是什么 距离大坑越来越近 龙八突然指着大坑的中心位置说道 没有人回答他 韩森和龙一早就已经看到了 可是他们也不知道 那是个什么东西 在那大坑中央 有一块好像鹅卵石的东西躺在里面 墨绿的颜色散发着圆润的光速 可是那东西却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 很快韩森他们就发现 迪亚罗伯一伙人 竟然就站在那鹅卵石的旁边 一个个呆若木鸡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盯着鹅卵石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极为需要帮忙吗 龙一先打了一声招呼 才向着那边靠近过去 以免迪亚罗伯他们误会 韩森跟着龙一一起 来到了鹅卵石旁边 目光一直打量着那东西 可是却没有看出什么特别的东西 好像那就是一块普通的鹅卵石 只是个头大的一点 迪亚罗伯他们却没有回答龙一 还是愣愣地看着鹅卵石 也没有阻止龙一他们靠近 韩森和龙一对望了一眼 都看出对方眼中的鲸鱼 迪亚罗伯和巴尔 虽然还算不上顶级王者 那是因为他们晋升王级比较猛 以天赋而论 他们将来肯定都是顶级王者 晋升神话也不难 能够让他们呆愣在那里 如果不是他们故意装出来 那么就一定发生了 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至少韩森无法想象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能够让巴尔那种人 站在那里发愣 以他的火爆脾气和杀心 就算是天塌散 他也会先和老天干上一架再说 就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子 现在却瞪大眼睛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好像傻掉了一样 实在很难想象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可是韩森和龙一他们 看向鹅卵石 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迪亚罗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龙一走到他们近处 又问了一句 迪亚罗伯咬了咬牙没有说话 旁边一个毁灭族的王者 却似如梦初醒式的尖叫 完了 全完了 说着像是发了疯一样 冲向鹅卵石 站住 迪亚罗伯大吼一声 见他没有停止动作 立刻飞身抓住了 那个冲向鹅卵石的毁灭族王者 一把把他按在地上 我让你站住 你没听到吗 迪亚罗伯阴沉下来 那毁灭族王者却叫道 哥特他们都在下面 我们要快救他们 迪亚罗伯阴沉的脸 先看清楚情况再说 没有我的命令 谁都不许靠近他 迪亚罗伯 到底什么情况 龙一听出了一些端倪 可是却还是不敢确定 迪亚罗伯起身探向龙一 事到如今 我也不瞒你们 我们毁灭族 有六十多位王者 一起来暗玉星猎杀核心一种 打算把整个暗玉星 都给清理一遍 可是就在刚才 和你们说话的那一段时间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的营地 被这东西给砸没了 所有的毁灭族王者 也都不见了 韩森和龙一 他们听了 都是心中意涵 除去迪亚罗伯和巴尔他们 一行六位王者 毁灭族五六十个王级强者 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没了 想想都让他们感觉 都有些毛骨索然 就算真有巨型陨石撞击星球 发生类似世界末日的灾难 也不可能 把五六十位王级强者 不声不响的全部干掉 更何况根本没有看到陨石出现 这东西 怎么就凭空落在了这里 韩森死死的盯着那块巨大的鹅卵石 也似迪亚罗伯他们先前一般发呆 他们会不会去了别的地 容易目光四下里打量 暗玉星很大 五六十个王者 若是有意隐藏身形 随便往星球上的山洞里面一点 谁也看不到他们 没有 他们都在营地里面 等着我们回来 若是他们躲过了这一劫 不可能不出来与我们相见 迪亚罗伯摇头 龙依还想说什么 却突然听到咔嚓一声 那块巨大的鹅卵石上面 裂开了一条缝 韩森他们都下意识的后退 开启了各自的领域 死死的盯着那块鹅卵石 鹅卵石上面的裂缝越来越多 而且那些裂缝非常有规律 并非普通的岩石裂纹 整个巨大的鹅卵石 都膨胀裂成了一个圆环 圆环外面一条条裂缝 带着圆润的红线 而且每一条裂缝的间隔 几乎完全相同 圆环一下子断开 翻转落在了地上 下面伸出了许多墨绿色的爪子 露出了争瘾面目 正呲牙咧嘴的盯着韩森他们 在那怪虫的腹下 还可以看到许多血液和碎肉 恐怕就是那些失踪的毁灭族王者 想到这条一种 竟然在片刻之间 吞斥了六十多位毁灭族王者 所有人都是心中一函 根本不用下达命令 包括韩森和龙一在内的所有人 都直接转身破空而去 想要逃出暗玉星 神话一种突然现身 韩森等人想也没想直接逃 可就在他们才刚刚飞起来 就突然看到 整个星球的天空 都变成了墨绿色 宛若一个巨大的绿水晶罩子 盖住了整个星球 并整个星球 都被映成了诡异的绿色 韩森 龙一 龙八 迪亚罗伯 龙八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部都从空中直接坠落了下来 似是陨石一般 把地面砸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空洞 进空领域 这种覆盖范围 这家伙果然是神话级的一种 龙八从空洞里面擦出来 神色凝重的教导 不只是进空领域 韩森的脸色也有些难看 目光凝重的打烊着四周的领域 领域看起来 好像已经笼罩了整个暗玉星 现在想要飞出去 已经不可能了 更可怕的是 那墨绿色的领域之中 不只是进空那么简单 还有着其他的力量 每等韩森看个仔细 那条巨虫就直接扑了过来 巨大的身体 似山岳一般压下来 身上被一道道墨绿色的秩序链 像是角刀一般在他的身外 包裹 速度和力量都快到不可思议 韩森开启了动拳领域 转身就跑 连扳山领域都不敢开 这么恐怖的意识 直接用力量 就能够压爆他的扳山领域 动拳铠甲 根本承受不住那么恐怖的力量 硬扛只有死路一体后 怪虫突击下来 有两个没有能够及时逃脱的王者 拼命在他 凝聚出了力量轰向怪虫 可是怪物却一口 就把他们连人带王者之力 一起吞了下去 那怪虫撞在地面的岩石上 直接把岩石撞穿了一个大洞 钻进了地下 韩森他们只感觉大地颤抖 好似在地震一般 都拔腿想要逃走 可是才跑出去没有多远 就见地面裂开一个黑洞 跑到那里的一个王者强者 直接被钻出来的怪虫吞了下去 那怪虫在空中一跃 就又钻进了地下 龙八看到被吞噬的那个王者 是一个龙族 愤怒地轰出一条黄金巨龙 吼笑着冲向那个地洞 地洞被轰的塌陷 却没有看到那条怪虫钻出来 也没有听到他的叫声 小心 容易狂奔而来 一把把龙八推了出去 自己也快速地闪身后退 只听轰隆一声 刚才龙八站立的位置 露出一个大洞 那条怪虫从里面钻了出来 半个身子突出于地面之上 像是一个怪异的塔罗般张牙舞者 没有人转身攻击他 一个比一个跑得多快 谁都知道 反抗根本没用 他们不可能站得过 这么恐怖的神话记忆转 韩森也在跑 而且跑得特别的快 他对于逃生 有着相当纯熟的记性 原本以为自己可以跑掉了 毕竟还有这么多人 可突然他脸色衣 背挤一片冰凉 心脏狂跳不止 没有任何犹豫 韩森拼尽了全力 纵身向前扑了出去 随后就看到 刚才他所在的位置 那条怪虫 缠绕的墨绿色秩序链 墙脚刀似的 碰到韩森腿上的洞悬开脚 顿时把洞悬开脚 弯去了一大块 韩森小腿上的肌肉 都被割去了一块 强忍着小腿上传来的疼痛 韩森继续往前跑 现在停下来 那就真的是死路一条了 那条怪虫 已经再次冲入地下 它就像是海中的一条怪鱼般 不停地在地下穿梭 每一次钻出来 都在地面上 留下一个直径十斤里的大堆 不知道是不是被 韩森腿上的血腥味吸引 韩森发现 那条怪虫 竟然一直向着它这边追了过来 没这么倒霉吧 韩森嘴里面发狂 很希望自己的判断错误 可是当那条怪虫 再次从它奔跑的地方 钻出来之时 韩森就知道 它的判断没有错 那条怪虫真的盯上它了 来不及多谢 韩森一刹那间冲天而起 身上绽放出赤白的光芒 化为了超级神灵状态 躲开了怪虫的吞咬 向着星空飞去 怪虫除了领域之外 似乎没有远距离攻击的手段 韩森越飞越远 眼看着就快要冲出 怪虫的领域之时 就听嗡的一声声 只见下面的怪虫背后 透看一对透明的虫翼 以极快的速度 向着韩森飞天追了过来 瞬眼间就已经追到了韩森下方 一道道墨绿色秩序链盘旋交织 简直就像是一台 疯狂转动的搅拌机 怪虫的大嘴 也已经吞向了韩森的身体 如同一条大鲸鱼 吞吃一条跃出水面的鲸鱼 经地晚了 龙翼看到韩森就要被怪虫吞噬 脸色不由的一彩 他并不是为韩森难过 而是为他们自己感到悲哀 连能够破除近空领域的韩森 都逃不出去 他们就更加难逃一死 与龙翼一同逃命的龙妈 也看到了这一幕 脸色同样很不好 只见在那天空之上 韩森的身体直接被吞进了 那只怪虫的大嘴之中 三次的历齿 直接搅向了韩森的身体 龙翼他们都不再去看 转头拼命地逃向远处 希望能够在暗玉星上 找到不被近空领域笼罩的地 那样才有机会逃出暗玉星 韩森的身体并没有被怪虫撕裂 他还处在超级神灵状态 一切力量都无法触及他的身体 怪虫的力尺 只是穿过了他的身体 并没有能够伤到他的肉体 韩森的身体 如同虚无的幽灵一般 在怪虫的血肉牙齿中穿过 原本韩森想要直接冲出去 可是转捏一心 突然朝着怪虫的体内冲了进去 坚硬的虫壳和血肉 都不能阻挡韩森的前行 韩森以极快的肃骨 在这条怪虫的身体内穿梭了一遍 很快在他的脑袋里 发现了那颗一种核心 看着面前的绿色神话核心 韩森凝聚力量 只手遮天的力量凝聚于手掌之上 猛地向着那绿色神话核心按了过去 秩序练被韩森的手掌按得嗡嗡坐下 似是牛精弓弦一般 可是却没有被拉断 怪虫痴疼之下 发出一声吼叫 身体疯狂地冲向了地面 钻入地下之后 向着龙一他们追了过去 一个毁灭族王者 被怪虫连人带着领域一起咬碎 鲜血喷剑而出 仿佛他咬死的 只是一头肥羊 而不是一个恐怖的亡级强者 龙一等人拼命地逃向星球的远方 也尝试过用各种力量反击 可是在这头神话级的怪虫面前 所有力量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最为可怕的就是他的领域 若是遇上一般的神话级异种 龙一他们至少还有逃走的可能性 可是这只怪虫的领域 不只是拥有近空能力 对于空间等力量同样禁止 龙一他们想要使用手段 或者一宝传送出去 也不可能 被活活地困死在了暗玉星 好拼命地逃 龙一他们用尽了各种方法逃命 可是却还是依然有人不断地死去 韩森遭到神话一种吞食 被困一种肚子内 与此同时 经过神话一种的追杀 不断有人倒下 很快只剩下伤痕累累的龙一 龙八 巴尔和迪亚罗伯 不过此时也是伤痕累累 身上的鲜血不停地在流淌 巴尔更是被追上来的怪虫 咬断一条腿 迪亚罗伯抓住机会 凝聚出了三种不同的力量 化为一个三角形结构的能量圈 刹内间 自圈内轰出了一道极光 那极光撕裂了虚空 直接轰击在怪虫的口中 可是却被怪虫直接吞了下去 连一点反应也没有 迪亚罗伯脸色惨 这已经是他最强的攻击手 对于怪虫 却几乎没有影响 这只怪虫 绝对不是普通的神话一种那么紧 无论是他的领域能力 还是他的体货 都超过了一般的神话一种 虽然还没有到最后的绝望时刻 可是龙一他们 心中却很清楚 冲不出怪虫的领域 他们最终都只能一死 真是见鬼 随便碰到一只一只 怎么就有这么恐怖的领域 龙八边跑边横横地叫导 龙一承诺不言 他心里面很清楚 现在抱怨什么的都没有用 只能坚持到最后一年 看看会不会有奇迹发生 迪亚罗伯也是如此 在这种地上 根本没有人能够来救援他们 就算族内的神话强者 知道他们有危险 也进入不了宇宙核心的仪 能够进入这里的 只有王级生物 低了不行 高了同样也进不来 死就死 老子不要再逃了 巴尔凶性大发 转身向着那条怪虫冲了过去 咆哮着斩出刀光 迪亚罗伯原来想要拦他 可是转念一下 以他们现在的身体状态 就算再怎么逃 恐怕也逃不了多远 再拦巴尔 也没什么意义 巴尔一刀狠狠地 斩在怪虫的头顶 可那骨刀 根本没有遇到怪虫的假枪 就被他身体外面的 秩序链给搅碎 巴尔的手掌碰到秩序链 也同样被搅得血肉乱飞 手臂转瞬之间就没了 怪虫张嘴 就向着受伤的巴尔咬了过来 巴尔已经没有逃走鸡骨 也没想着要逃 身上领域力量爆发 剩余的一只左手 封向了怪虫的面门 巴尔那强大无比的领域 在怪虫的历史之下 像是鸡蛋壳一般脆弱 直接被咬得支离破碎 巴尔的身体也被咬掉了一半 剩下一半被抛飞到了空中 巴尔虽然能够无限复活 而且复活一次就会变得更强 不过那必须是在 他的身体细胞有残留的情况下才可以 现在半个身体都被吞了下去 直接被消化掉 怎么也不可能再复活 怪虫又冲了上来 扑向巴尔剩下的半个身子 就连巴尔都不由得有些绝望 眼看着怪虫就要吞掉巴尔剩下的半个身子 连巴尔自己都已经有了必死的觉悟 可是却突然听到 怪虫发出惨豪的声音 身子一下子挺直了 上半身像蛇一样抬起 巴尔他们都是疑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怪虫开口嘴巴 一口墨绿色的鲜血 咆嘴里面喷了出 如同喷泉似的 淋了下面的巴尔一身 鲜血如泉水一般喷涌 其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喷了出来 金币 龙一和龙八看清楚 那是什么东西之后 有些无法相信的尸声叫了出来 被一头神话生物吞咬路夫 竟然还没有死掉 简直就是奇迹 韩森落在地上 身上并没有沾染鲜血 看起来似乎也没有受伤 让龙一他们更加不能置信 怪虫嘴叫一声 显得非常痛苦 竟然没有去追韩森 一头扎向了岩石 钻进了地形 转眼间不见了综艺 笼罩着整个星球的蓝色领域 也随之消散 龙八他们都有些惊恶 金币 你做了什么 龙八不能置信地问他 也没什么 就是让他受了一点伤 快走吧 等他的伤恢复了 再想走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说着韩森就直接飞身而起 向着暗欲星的外面而去 他倒是想要杀死那头怪虫 可是怪虫的体魄实在太强了 他用尽了全力 一直使用只手遮天 攻击怪虫的核心 力量严重透支 都快要无法继续 坚持在超级神灵体的状态 也只是令那核心出现了一道裂纹 没有能够把核心击死 还好那头怪虫虽然强悍 不过智商不高 核心出现裂痕 受了创伤之后 立刻就选择了盾子 他若是狠心继续追杀韩森 韩森的超级神灵体 已经快要支撑不住 最后恐怕还是死路一条 龙一 龙八 巴尔和迪亚罗伯 都没有犹豫 跟着韩森一起冲出了暗玉星 五个人闷声不吭 都用尽了全力往外面冲 直到远离了暗玉星 没发现那头怪虫追上来 才都常常松了一口气 大家都受伤不清 我也要回去休养一段时间 就在此分别吧 韩森说着 就准备启动本命宇宙齿轮 离开宇宙核心领域 他对于那头怪虫有想统 只是现在实力不足 暂时只能提升实力等待机会 容易眼见韩森要离开 连忙开口 金币 若是你还愿意继续合作 我们约个再见的时间吧 我的时间难以固定 以后有机会见面再说吧 韩森并没有再与龙一 他们约定时间 主要因为 他身在黄极族 有些时候身不由己 并非说来就能来 不如留个联系方式 龙八也突然开口 在基因大宇宙之中 强者总能够受到尊重 没有人会嫌弃强大的朋友多 特别是像韩森这样的存在 在王者一重领域 就能够与神话级的恐怖一种周旋 而且还能够将其创伤的可怕人物 几乎注定了 将来能够晋升神话的强者 若是能够成为朋友 没有人愿意多一个这样的敌人 龙一和龙八 想要和他打好关系 就算不能成为朋友 希望也不会成为敌人 与这样的人为敌 任谁都会感觉不好 原来你就是金帝 比传说中的还要强 什么时候找个时间 与我大战一场 巴尔瞪着韩森说道 迪亚罗伯却孝导 巴尔 不要胡闹 今日多亏金帝 我们才能够侥幸活命 若是阁下不嫌弃 不妨留个联系方式 我们兄弟将来必有报答 阁下客气 我也只是为了救自己而已 联系方式就不必了 有缘再见吧 韩森说着 就启动了本命宇宙齿轮 过了好一会儿 在他身上才出现了一座 虚无的金属齿轮门 韩森转身 走进大门消失不见 龙一兄 金帝到底是何来历 不知能够告知一二 迪亚罗伯眼看 韩森离开 看向龙一问道 龙一摇头 我们与他也只是偶遇 有过一两次合作 对于他的一切 同样不太了解 不比你们知道的更多 人族这个种族 在他之前一直未曾听说过 怎么一下子就诞生了如此高耻 实在令人费紧 迪亚罗伯神色古怪 只怕自经历之后 人族必然可以扬名大宇宙 只是不知道 人族之中 还有没有其他强者 若只他一人 纵然如孔飞一样强 那也终究只是一人而已 改变不了大宇宙的格局 龙一回了几句 便不再多说什么 回到海底城 几天后 天命塔的大门前 四位神话强者 以各自的力量注入阵部 强行使那天命塔的大门 打开了一切 韩森按照指挥 抓住了那一刹那的时间 闪身进入了塔内 韩森才刚刚进入塔内 大门就随之关闭 进入塔内的韩森 目光打亮周围的一切 环境与他的天命塔内部 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在这座石头天命塔的墙壁上 韩森看到了一些图画 原本韩森以为 那些图画 就是传说中的基因术 可是仔细观看之后却发现 那些壁画 并不是什么基因术 而一个生物的画像 画像中的男人 有种居高临下 轻蔑众生的味道 让人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虽然只是壁画 并非活物 可是他的眼神 落在韩森身上的时候 却让韩森浑身起鸡皮疙瘩 好似被那双眼睛 看穿了心灵肺腑式 韩森微微皱眉 只是看见一幅画像 竟然就让他生出 逃避那种眼神的欲望 这绝对不正常 难道这些壁画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 这些画与白玉楼中的玉林一般 其实是有生命的生物 韩森盯着画中的男人打扰 可是却并没有看出什么端倪 把整个第一层看了一遍 就只有这个男人的画像 其他什么也没有 韩森沉溺了片刻 就向着通往二楼的楼梯走去 令韩森皱眉的是 天命塔的第二层 塔壁上面 竟然还是那个男人的画像 只是姿态 与第一层的画像略有不同 不会整座天命塔内 都只有他的画像嘛 韩森心念一动 继续往第三层走去 果然第三层竟然还是他的画像 塔的每一层有八个面 每一面上都有一幅他的画像 韩森从第一层走到第六层 一共看到了48幅男人的画像 画中都是同一人 只是姿态却各不相同 有一些是坐像 有一些是站像 还有一些卧像 每一幅画像都有不同的姿态 可是无论什么姿态 那男人的神韵却都相同 强行压住了心底的那一股厌恶情绪 韩森继续向最高的第七层走去 如果这座石头天命塔 和他的金属天命塔 真有什么关系呢 第七层应该就会有空间结界才走 那是天命塔用来囚禁的地方 走上天命塔第七层 入目看到的景象 让韩森微微一正 第七层没有再看到那些画像 中间只有一座石台 石台上面 竟然坐着一个人 就是下面那48画像所画的那个男人 他就似是佛陀一般 坐在石台之上 双腿盘膝而走 双手自然下垂 眼睛也是自然垂臂 像是在那里坐着睡着了一般 可是韩森在他的身上 却没有感觉到一点生机 来人似乎察觉到韩森的到来 身体之上 竟然泛起了涟漪般的波纹 像是一圈圈的水纹似的 在他身上荡漾开来 韩森微微后退 发现那些涟漪 只是一种生机波动 并没有杀伤力 可是让韩森吃惊的是 他魂海之中的飞金铠甲 竟然有了粉 铠甲轻叉了起 一股股的神秘气息 自韩森的身体之内涌出 进入了他的身体之中 韩森只感觉身体一沉 全身的细胞 好像都被那股神秘气息锁死了一样 不只是洞玄晶停止了运转 连其他基因术也被锁死 只有本源水黄体 和其他几种被韩森吸收而来的力量 还能够在他的身体中流准 这是什么情况 韩森心中经历不定 却见那男人 竟然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似笑非笑地看着韩森 韩森心中顿时 又生出了那种厌恶的感觉 比之前看画像的时候 还要强烈百倍千倍 只是韩森强自镇压着 没有表现出来 因为韩森突然发现 自己产生的这股厌恶情绪 竟然是因为受到了黑金铠甲的影响 并非是他自己的情绪 男人依然用那种眼神看着韩森 嘴角微微上敲 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 韩森心里面咯噔了一下 他对于神话之类的字眼都不排斥 可是却对一个单独的神字 非常敏感排斥 这种排斥来自于庇护所时代 他从那时候开始 就对于神界的字眼 感觉很不小 也让他因此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 特别是第七行动小组的事情 对于韩森的影响非常大 这家伙 不会就是那个让人许愿的神话 韩森盯着那坐在石台上的男人 越看越觉得有可能 再加上飞金抬甲的反 让韩森的戒心更重了几分 没听说进入天命塔的黄极族 有谁死去 他们都得了好处修为大计 想来无论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应该都不会有死亡的威胁才对 否则那么多黄极族 进入过天命塔 早就应该有人死掉才对 就在韩森愣神之际 男人又再次问道 年轻人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 行 韩森想了想 很肯定的回答 如果我告诉你 我就是一个神 你相信吗 相信 韩森非常佩服 他只想这个男人继续说下去 不要绕那么多的弯子 好快些知道这个男人到底想干什么 或者说他到底是什么来历 男人四十不在意 韩森到底怎样回答 神色没有任何变化 依然那般微笑的 你能来到这里 那就是与本神有缘分 本神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意 你可以说出心中想要的一切 但是只有一次机会 无论你说的是什么 都会被实现 但是许愿无法被耕耗 果然是地区那一路的祸死 韩森心中暗自冷笑 目光却打量着男人 什么愿望都可以 韩森看着男人问道 什么愿望都可以 神是无所不能的 男人平静地说道 韩森皱眉不语 许愿看起来简单 但是却充满了无数的陷阱 之前联盟第七行动小组的成员 他们每个人许的愿望都成立了 许愿要很多钱 那么这个神也许就会安排一场意外 让他捡到很多钱 可是这笔钱 很可能是属于一个变态杀人狂的 那么结果很可能就是得到了钱 却被变态杀人狂虐杀 神本身都是一种没根源的抽象 所有人都以为 神赐予的愿望都是直接完成 不会有中间的过程 如果真的那么去想的话 那就会非常危险 如果你相信有神的存在 那么神就是真实的 与这世界有所联系 他所做的事 也一定会与这个世界产生关系 不可能凭空变出任何东西 所以无论许下什么愿望 神所能给予的东西 肯定都来自于这个宇宙之中 会与宇宙有着各种关联 许愿想要得到的东西越珍贵 就可能与这个世界的关联越深 如果那些神真的存在 而且确实能够实现愿望 那么他们很可能 是一种拥有因果力量的特殊生命体 许愿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 可是那些东西的因果 也会落在许愿者身上 所以想要的东西越珍贵 身上沾染的因果 可能就会越严重 最后付出的代价就可能越大 可如果按照这个理论去信 那些曾经进入过天命塔的黄极族 应该也付出了代价才对 可是为什么没有听说 那些黄极族的人出世呢 韩森微微有些皱眉 自称是神的男人 见韩森不说话也不在意 你可以慢慢考虑许什么愿望 下面的48幅神图之中 都蕴含着本神的意志 你可以仔细的去看一看 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 算是本神送给你的见面礼吧 等你想好了要什么 再到本神面前来许愿也不迟 韩森没有离开 而是看着那男人问道 如果我许下愿望 会不会因为我的愿望 而付出一些东西 男人笑道 你不是第一个 问本神这个问题的生物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本神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不过若是本神回答了 你就必须许下愿望 你同意这个约定吗 韩森思索片刻 这才慎重的点头 男人见状微微一笑 你所许下的愿望会被实现 但是因为愿望中的一切 本就是你应该得到了 本就是应该得到了 难道我许愿要100个老婆 那100个女人 原本就是我的老婆吗 这是什么道理 韩森微微一正 男人的这种说法 实在让韩森无法接受 可是转念一醒 韩森的脸色就变了 因为他想通了 为什么男人会有这样的说法 因为男人这句话的思路是反 如果反着来理解的话 那么这句话 其实就是可以成立的 只不过是因果关系颠倒 如果神是拥有因果力量的生物 那么他们就可以 强制性的颠倒因果关系 比如一个人许愿获得100万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这个人需要去工作10年 才能够得到这100万 但是神的力量颠倒了因果 先把这100万给了许愿的人 再让他去工作偿还 如果许的愿望 超出了许愿者的偿还能力 那么许愿者就可能 被这个颠倒的因果关系压垮 从而产生严重的因果力量干涉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很难想象 要是真的话 那么许愿就像是预知工资 如果我许的愿望 在我的偿还能力范围之内 并不一定就会受其损害 或者是受害比较轻 就像韩静之 他也许下了愿望 可是他似乎并没有受到愿望的反噬 韩森心痛想着 男人笑道 你很聪明 应该已经明白了许愿的真意 相信你可以许下一个正确的愿望 韩森若有所思 黄岐族进入天命塔的人不许 他们都没有出现问题 想来应该都听过男人的这种理论 难道就没有一个贪心的人 许的愿望超过了自己的偿还能力吗 韩森不知道 这个自称为神的男人 与第七行动小组所遇到的那个神 是不是同一个 不过无论是不是 都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韩森在于自称神的男人 面对许下愿望 就能获得一切的诱惑 韩森谨慎又谨慎 男人见韩森不说话 便再次开口 年轻人 只要你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许愿 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子 这种口吻 让韩森微微皱眉 让他感觉有些熟悉 同时心中又暗自警惕了几分 神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帮助人 那他为什么会处心积虑 让人许愿吗 如果说许愿不是预知工资 而是一种借贷关系 甚至是高利贷的 韩森想到这里 顿时感觉背脊发寒 毫无疑问 神一定在许愿的过程中 得到了好处 否则他们不可能吃饱了 闲着没事干 追着人家许愿 所以他们一定是在中间 得到某种好处 这个好处很可能就是 许愿人提前预知 或者是借贷而产生的利息 许愿人许的愿望越大 就等于是借的钱越多 那么需要付出的利息 也就越多 那些所谓的神 就能够得到越多的好处 韩森越想越觉得是这样没错 虽然形式上可能有些不一样 但是核心关系应该不会错 神在这个过程中 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 他们根本就是一群细血 想清楚这一切 韩森的脸色 微微有些难看 如果一切真如他所猜测 那么无论他许下什么愿望 最后都一定会吃亏 因为高利贷肯定会在付出之前 就会把利息给扣了下来 我还没有想好要许什么愿望 先去看看那些神徒 想清楚了再来许愿 韩森突然对那男人说道 是应该想清楚 毕竟只有一次机会 男人并没有阻止韩森的意思 韩森离开了天命塔第七层 一边走一边思索 现在看来 神的力量应该是有很多的限制 他们无法直接对许愿人出手 或者说 不能直接伤害宇宙中的生物 而且似乎 他们也不能够使用谎言欺诈 否则他刚才没有必要告诉我们一些人 在规则之中 不能使用武力 也不能说 这倒是有些像是律师 虽然不能直接改变规则 可是却可以玩弄文字游戏和规则漏断 同样可以达到欺诈的目 韩森觉得这一次不需此行 他之所以同意许愿 就是想要搞清楚 许愿和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举利 现在倒是推测出了很多东西 虽然不能说一定准确 但是也比以前完全茫然无知要强的多 想要打败敌人 那就必须要了解敌人 一所无知才是最可怕 现在韩森深入其中 虽然有可能要付出一些代价 不过韩森觉得这是值得 至少他现在对于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 现在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尽量规避掉 他在许愿中 被神所占有的那一部分利息 理论上来说 许下的愿望越小 那么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小 利息也就越小 可是因为主动权不在自己的手里 没有办法准确衡量 许下的愿望到底是大还是小 就好比许愿只要一块钱 这是一个很小的数额 理论上来说 应该付出的利息很小 偿还也很容易 可是神所玩弄的并不是金钱 他们所玩弄的是英国 如果要的这一块钱 是从一位恐怖强者的儿子手中抢 甚至那位恐怖强者的儿子 有可能因此而死 这样的因果落下 势必遭受那位恐怖强者的报复 在英国面前 一些看起来可能很小的许愿 实际上却有可能非常可疑 让自己付出高昂的代价 而这一切的主动权 都在那个所谓的神手里 想要规避掉这些狠狠 与神斗果然不容易 难怪第七小组之中 那么多才华横溢之人 最后都落的那样的下场 如同顾清诚一般 顾许愿才是真正的一 不知道韩静之 他许的愿望是什么呢 他又是怎么规避掉 神的那些陷阱呢 韩森一时间也想不明白 至少他现在还没有想出来 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 许的愿望风险最小 付出最小 而且还有一个疑点 韩森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 那就是为什么 黄积族那么多人进来 他们怎么会没事 难道这个神是一个 好心的高利贷 没有太过搜刮他们 想想就觉得不可能 哪有不吸血的吸血鬼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那些黄积族的强者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韩森一边走一边思索 目光同时打量着 壁墙上的神像 想了很多种许愿的方法 比如让神死掉 或者是让自己成为神等等 这种看似不可能 由神来完成的愿望 可是仔细想一想 就知道这种愿望 都是行不通的 如果许愿让神死去 就必须要确定 死亡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一般意义上的认知 死亡就是失去了生命体征 可是对于不同的生命来说 生命体征是不相同的 就像刚才 看到那男人的时候 就感觉他是一个死 如果所说的死亡 只是这种程度 那么对于神来说 根本没什么难度 神完全可以 让自己失去那些生命体征 对他并不一定会有引起 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愿望 那韩森的许愿 就应该是神从未存在了 如果神从未存过 自然也就不能实现韩森的愿望 如果实现了韩森的愿望 也就与神从未存在过的基础条件 产生了冲突 等于没有实现韩森的愿望 这是一种简单的悖论 是无法实现的愿望 不过悖论往往在一定的规则条件限制下 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真的许愿神从未存在了 这个悖论的限制条件是男人就是神 如果男人告诉韩森 他本就不是神 就可以将一切都画作 类似的方法有很多 神本身就是玩弄规则的高手 想要使用悖论 让他无法完成愿望 韩森感觉可行性低的可怜 想装想着 目光不经意落在那些神像壁画上 不由得微微有些惊恶 那些画像的姿态没有改变 依然还是同样的一幅画像 可是给韩森的感觉却完全不同 在那幅画像上 韩森感觉到了水的意境 类如沧海一束般的水之意境 几乎扑面而来 让韩森整个人都沉浸于其中 对于水系力量的感悟 瞬间提升了一个台阶 韩森心中惊讶 一幅画像 一幅画像的看过去 每一幅画像 都有不同的意境 有的千柔百绕 似水流起 有的波涛汹涌 毁天灭地 有的似小潮流水 源源不绝 有些似是银河道悬 曝落九天 似是八幅图 几乎囊括了天下 所有水系力量的意境 韩森只是观看这四十八幅画像 本身对于水系力量的理解 就上升了好几个从此 看来神的力量无比恐怖 竟然能够根据我的体制 并画像演化出这样的水之意境 恐怕那些黄极族的强者 来到这里之时 都看到了与他们自身力量契合的意境 所以出去之后 才会实力大增 韩森暗自皱眉 神与帝君一样 他们都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 只是不知道 被什么样的规则限制 所以才没有办法使用 这也是我们作为普通生物 能够与他们抗衡的唯一可能性 否则恐怕宇宙早已经被神覆灭了 可是在由神主导的规则之下 与神战斗 胜算实在低的可 一边观摩四十八幅画像 一边思索的 要如何许愿 能够多一些水系力量的理解 对于韩森来说也是不错的提升 普水神的古神之源 可以令万元水防体继续晋升 以后使用水系力量的机会很多 能够多些感觉 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可惜因为飞金铠甲的原因 他的身体被锁死 那个神所能感觉到的 恐怕也只有本元水防体 所以这些画像才会拥有水之意境 若是能够把所有力量的意境 都提升几个层次 那就真的赚大 一段时间后 眼看着已经到了一个月的最后一天 韩森依然还在领悟画像上的水之意境 你已经与本神有了约定 必然要许下愿望 否则无法离开天命塔 这一点你需要紧记 韩森面前的画像 却突然开口说话 韩森笑了笑 我正准备去许愿 神是在威胁韩森 很明显是在告诉他 如果不遵守约定 黄极族就算打开天命塔的大门 他也一定出不去 不过这句威胁的话 也让他明白了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 神并不愿意太过得罪黄极族 否则也没必要专门提醒威胁自己 那就到本神面前来吧 说出你的愿望 男人淡淡地说道 神色没有任何愿望 韩森重新来到天命塔的第七层 看着男人问道 是不是什么样的愿望 你都能够满足我 是的 任何愿望都可以 男人很肯定地回答 那就请你告诉他 我的亲太爷爷现在在哪里 韩森没有提出悖论式的愿望 许的愿望很简单 连男人听了 都觉得这个愿望太简单了 简单到他 根本不需要去使用规则漏洞 你的太爷爷叫什么 男人问道 你不是神吗 应该可以知道吧 韩森笑着问道 无所谓 男人随口说了一句 一双眼睛盯着韩森 可是那瞳孔中映照出的画面 却在不断地变化 别人都是坑爹 韩森直接坑爷爷 就在刚刚 韩森向神许下 寻找自己爷爷的下落 想要知道自己的太爷爷 到底是哪一个韩森之 如果是那个普通职员韩森之 那么他已经死了 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神自然找不到他在什么地方 顶多就给一个死亡地点 如果那个传说中的韩森之 才是自己的太爷爷 那个家伙可以从神那里逃脱 而且还得了好处 想来手段非凡 这个自称神的男人 应该没有那么容易找到他 与此同时 大宇宙某个星球的街道旁 一个算命人坐在路边的石阶上 正吃着一碗面条 吃得稀溜稀作响 突然算命人的脸色一变 失神之下 手中的面条碗都掉在了地上 跳着脚大骂 谁在坑我 算命人手指飞快地捏蒜 刹那之后 更是暴跳如雷 那个大逆不道的兔崽子 竟然连我都坑 说话间 算命人飞快地从自己的包里面 摸出来的一样东西 随后咬破了自己的中指 将一滴血滴在了那东西上面 口中还念念有词 可惜了我这好不容易骗到手的宝贝啊 回头非好好教训那个兔崽子不可 天命塔内 男人双眼盯着韩森 瞳孔内的影像变幻不定 一双眼睛越来越亮 韩森已经许下了愿望 契约成立的情况下 男人的力量 已经可以作用在韩森身上 想要找出韩森的血脉至青 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可以说是最基本的能力 根本不需要动用什么手段 现在男人所考虑的 是怎么才能够最大化的 从这个愿望中榨取好处 正在思索之间 男人眼中的景象不停地变幻 一双眼睛越来越亮 内中的景象转变得也越来越快 男人突然间发出一声惨叫 双手捂住了 那双神光奕奕的眼睛 韩森就没看着男人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正自疑惑之时 突然听到砰的一声 那男人的双眼 竟然爆裂开来 炸出了两个黑洞 一个虚无的空间内 神奇一般的男人 轻蔑的冷笑 敢亏是我虚无 这次废你神偶双眼 再有下次就灭你之身 不可能 你怎么会是他的后代 这不可能 双眼爆掉的男人历声叫道 谁的后代 韩森看着男人连忙问道 男人脸上的表情非常古怪 一双眼洞死死地盯着韩森 无论你是不是他的后代 既然许下了愿望 那就得付出代价 更何况 你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后代 你还没有告诉他在哪里 韩森问道 他在他该在的地方 男人冷声回道 你这就不对了 这是在破坏规矩 韩森皱眉 规矩很简单 我已经做了 你就必须付出代价 男人暴怒 如果我不付呢 韩森盯着男人问道 那可由不得你 男人冷笑 身上一样的光彩流转 犹如天神的神光一般 韩森突然间脸色一变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兽缘正在减少 一般生物看不到自己的兽缘 可是韩森是来自于庇护所的生物 他的兽缘上限是可以清楚看到 而此时 韩森的兽缘上限正在一年一年的减少 化为一缕缕若有若无的光缕飞向男人 如果这里不是天命塔 回我神眼之仇 就不是付出一点兽缘那么简单了 男人恨声叫道 真黑啊 许乐院之后什么也没有得到 竟然也会被掠夺兽缘 这些所谓的神 真是黑到家了 韩森心中愤怒 可是却没有办法 他的力量无法阻止兽缘外流 眨眼间已经流失了十几年的兽缘 而且兽缘还在飞快的流失当中 也不知道这个许愿 到底要被夺走多少兽缘 现在大概明白 为什么那些黄极族的人没有出事 他们都只是被掠夺走了一些兽缘 一般人很难发现而已 就算发现不对劲 也不知道到底被掠夺走了多少兽缘 兽缘流失之时 韩森突然感觉魂海之中一股力量震撼 那具一直旋立在魂海角落里的黑金铠甲 突然间动 没有经过韩森的召唤 黑金铠甲竟然直接浮现在了韩森面前 那黑金一般的铠甲 仿佛能够吸收光线似的 给人一深渊地狱般的感觉 韩森愣愣地看着黑金铠甲 在那黑金铠甲 悬浮在韩森面前的那一刻 韩森发现自己的兽缘 已经停止不动了 他与那男人之间的联系 仿佛被剪刀一下子剪断了似的 兽缘不再流失 怎么回事 怎么只有十几年的兽缘 应该是153年的兽缘才对 为什么会这样 男人似乎没有发现面前的黑金铠甲 脸上露出疑惑之色 狐疑地望向韩森所在的位置 他那黑洞洞的双眼 一直盯着韩森 也不知道已经爆掉双眼的他 能够看到什么 悬浮在韩森面前的黑金铠甲 缓缓地抬起了一只手掌 那黑金一般的连体铠甲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活人般 把一只手掌缓缓抬起 握成了拳头 黑金铠甲一步步走到男人面前 可是那男人却似乎完全没有发现 黑金铠甲的存在 当那黑金铠甲 走到男人面前一臂之处 紧握的拳头猛然间轰了出去 刹内之间 那男人的身体直接爆开 像是石头被爆成了粉末一般 在拳头之下 似尘埃般散落 那自称是神的男人 竟然就被这一拳轰爆 一道道若有若无的力量 从那炸开的身体内流了出来 向着韩森的身体涌了过来 兽缓加一兽缓加一 韩森看到自己的兽缓 以极快的速度向上攀升 眨眼间 已经增加了上百年的兽缓 比他刚才流失兽缓的速度 要快得太多了 而且兽缓还在不断地增加当中 韩森看着自己的兽缓一路飙升 小心脏砰砰直跳 都快要从胸腔之内跳出来了 等那些奇怪的力量 完全流入韩森的身体之中 他的兽缓已经达到了1787年 一下子增加了五六百年的兽缓 心中十分喜悦 这家伙不知道吸收了多少黄奇族的兽缓 不会只有这么一点吧 韩森看心不足地 看向飞金铠甲问道 飞金铠甲却没有理他 转身就已经踏回了魂海之内 如同以前一般 静静地悬浮在魂海角落里 一动不动